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个人来讲 看问题觉得他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想想蛮有趣 蛮悲哀 原因很简单 就在今天夜里头看到一条消息 消息是讲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条有关道歉的这么一个决议 向谁道歉呢 向中国人道歉 第一时间世界各大媒体都当成头版头条拿出来 法广对这条消息的评论和报道是这么说的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谴责历史上排华法案 美国众议院星期一也就18号正式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谴责19世纪禁止华人移民美国的排华法案 此举被认为是美国正式以立法的形式 向历史上排斥华人的做法道歉 我不知道咱作为中国人来讲 作为华人的议员来讲 朋友们怎么看待这样的心情 我觉得我们就说对比 对比中今天党国的概念 我们这么对比的说就好办 我一直讲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无缺的 没有一个政府他不犯错误的 这个就像每一个人一样 你说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谎话 画个问号 对吧 无论出于善意的恶意的 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但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气魄去包容 去接受这样的面对的一个现实 这是一个概念 排华法案什么时候出来的 老早了 跟现在有关系吗 跟现在政府有关系吗 没关系 你可以这么说没关系 那现在政府干嘛非弄这么一件事去 事情让自己脸红呢 为什么人家敢做呢 为什么人家能做呢 这就是问题 文章介绍 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移民 并规定履居美国的华人 不得规划为美国公民 不得享受投票权 此外 华裔在通婚以及就业方面 有着一系列的限制和禁令 排华法案实施了大概60年 这一法案被视为美国联邦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排斥特定种族的这种移民的法案 该法案在1948年才被正式废除 1948年 今天是2012年 对头算起来呢 也60多年快70年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这届政府过了 过了三代人四代人了 那1948年的出生的很多人呢 其实到现在可能都很多人都已经做股了 但这时候现金的政府呢 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承认自己做错了 向整个华人道歉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 他是美国人 我们是华人 我们来到人家 我们到人家去 移民我们是到人家去 抛弃了原来的国家 对吧 你得这么想 就像你们家来亲戚上你们家住去了 你烦不烦呢 你烦不烦呢 北京哥们 上海姐们 你烦不烦呢 我觉得这道理一样 说然后不单住那儿 说刚才你这间 搁半两床给我的 我就住这儿了 我不回山东去了 我就住北京了 你烦不烦呢 去年10月 美国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 已经通过了谴责排华法案 那对这一法案表达了遗憾 文章还提到说 多年来积极推动美国国会 通过谴责排华法案的 美国国会亚太仪的党团的主席 那民主党众议员赵美新 在众议院表决之后表示 对美国华裔社会来说 今天是美国华人历史上珍贵的时刻 我觉得这样的 这拿回来的是什么呢 拿回来的是做人的尊严 拿回来的是做人的价值 任何一个人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 在这个社会上呢 自己要尊重自己 自己也尊重别人 一个团体 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在人本身之下出现 人是至高无上的 每一个人都是至高无上的 按照中国佛家的角度来讲 你脱身成人 那你是积了大德的 如果按照说信仰的角度来讲说 比如说这个西方的宗教说 死后上天堂 那东方的你比如说 这个佛家的角度来讲说 涅槃之后才达到这个涅槃 就是死之后达到涅槃的彼岸 你记住他所描述的 都是人的肉身抛弃之后 你真实的生命的归属 对吧 那上天堂也好 涅槃彼岸也好 我曾经描述过 在中国的历史书当中 在中国的所有的 留下来的书籍当中 你说神话 你爱说啥话啥话的 我觉得留下来的古书当中 它都揭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 爹妈生给我们的是一个肉 是这个肉 是这块肉 而真实的我们自己 可能是来自于非常好的地方 那赵美心接着表示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排华道歉案 创造了历史 此举显示 美国国会两院都正式承认 针对中国移民的丑陋法律 不符合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是以人的精神 价值以道德观念作为准则的 美国精神 它的一切的一切 包括美国的法律 在它的行使的过程当中 都要以人作为根本的 党国的国内呢 是以共产党作为绝对领导的 人们为了保卫祖国 保卫党牺牲你自己 牺牲你的精神 牺牲你的肉体 他说了一个词叫 献出你的一切 你说他不是魔鬼才怪 对吧 人家说的是这个国体 这个块土地 这个政府要服务于人的精神 人的价值是无限的 一切都应该服务于他 共产党说 所有生活在共产党 控制的国土里 说要把每一个人 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你说他要不杀人 他就不是共产党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两个国土的概念 两个政府的概念呢 对比之下也就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 为什么有钱的没钱的 有地位的没地位的都往美国跑呢 我觉得大家都拥抱的是美国精神 都拥抱的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当人去对待 自己也能够像个人去对待别人 我觉得有权的有钱的都是这个心理 所以204名中央委员才会 91%的直系亲属 他也给弄到外头去 他自己知道今天在国内都不是人 网上有另外一篇文章就提到 为什么党一定要杀人害人 文章题目讲说 父亲遭到虐杀 黑龙江女孩街头深渊 一万五千个红手印响应 文章详细提到说 父亲齐悦明被调入黑龙江 加木斯监狱集训队六天之后 满身伤痕离起死亡 那秦荣倩一家走上了为父亲申冤的道路 那就在为父亲申冤的过程当中 秦荣倩自己的母亲和妹妹 再一次被警方抓走 而且被劳教 在这个背景之下 23岁的秦荣倩无奈走上街头 为父母亲进行签名运动 这种签名的呼吁书当中 秦荣倩说 躺在加木斯监狱冰关中的父亲 至今冤情未雪 被劫持到哈尔滨市 前进老教所的妈妈和妹妹 身心还在备受摧残 那山东老家年迈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需要安抚 赡养 那面对无辜迫害中的种种压力 痛苦真心希望大家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 他讲说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的签名 每一份关注 每一份支持 每一份手印 都能对父亲的冤案 早日昭雪 母亲 妹妹 早日能够恢复自由之身 是一个正面的呼唤和敦促 他说这样的一举 也在选择和奠定着生命的永生与希望 那真善人 普世价值标准 将引导着我们坚定地走过这漫长的黑夜 迎来第一道黎明的曙光 其实大家看到的一个概念 再一次表现出是价值观 我们在上篇文章提到 那美国人维护的是价值观 美国人维护的不仅仅是为美国人的价值观 他同时把一百多年前 对外族人的这种不公道 不道德的 对人的道义本身是个不尊重的法案 推翻 这样的包容的社会 相对而言 这样包容的社会 难道他保护的是什么 他保护的不就是人的精神 与这个整个人类社会的道义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真善忍三个字被假恶暴给迫害了 他具有甚至具有社会的基础 我说具有社会的基础的意思 是在中共欺骗的背景之下 大家被欺骗之后不愿意面对现实 但是今天呢 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觉醒了 所以我一直提到一个说法 涛哥对共产党踩都不踩 反正我眼睛也不大 我家眯着眼睛我都不看 关我屁事 这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邪恶了 那至于今天涛哥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无外乎就是希望呼吁人们 能够在良知面前 在真相面前选择人性的一面 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遭到不测 而在今天我们有时间 有机会进行选择 所以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呢 应该是整个这一万五千名签字 摁手印的这个一张影音件 那大家知道这一万五千名的 这些亲朋好友邻居老乡呢 是这位女孩半个月的期间里 搜集起来的 我相信跟前面提到的那三百个人的 那个手印呢 是直接相关的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